最近一两年大家都普遍感觉日子不太好过 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疫情之后 没有出现多数人预期的复苏 反而从此陷入了增长低迷的困境 哪怕政府使出了18万5亿 出台各种货币财政政策都起不了作用 从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 确实也是如此 比如说2023年我们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大部分都处在了衰退区间 比如说我们的物价指数 CPI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 已经明显处在了通缩区间 因此人们才逐步的意识到了 中国经济可能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而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跳出来拼命的带节奏 比如说前阵子就有很多人发布了一些 关缅怀小平同志的文章 这些文章里话里话外都在影射内涵 什么要解放思想 什么要实事求是 什么要韬光养晦 什么要不折腾等等 那给人的印象就是 如果小平同志还在 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就会好很多等等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大家好我是大黄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发展不仅对国内本身影响很大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 那现在看好中国的人有很多 不看好中国的人更多 那么中国的发展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中国想要继续发展的话 难又难在哪里呢 那我想关于以上的这些问题 对每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 都非常想知道答案 而更关键的是受到中国发展影响的 我们每个普通人在当下应该怎样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想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我就想结合以上的种种问题 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我想这期视频应该能对你看清历史与未来 把握好现在有一些帮助 过去40年 我们享受了一段非常难得的高速发展阶段 整整40年平均增长的速度差不多是9%左右 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呢 过去40年我们的高速增长 其实呢是吃到了三个红利 那第一个红利就是城市化的红利 近8亿的农民进城 那这个呢就是非常大的城市化红利 农民在农村以我们的人均耕地不到两母的现状 种植加养植 每年创造的财富 不过也就是区区几千块钱 但是农民进城了 不管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就业 就能够拿到几万甚至是十几万的工资 那对于创造的财富也就是几十万以上 那这里城市化带来的财富增量效应呢 是几十上百倍的 8亿农民进城就能产生数百万亿的财富增量 那第二个红利就是加入世贸的红利 加入世贸呢外部需求就打开了 那这个呢不但极大的刺激了我们制造业的发展 也带动了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 那第三个红利就是杠杆的红利 农民进城呢就要买房 城市市民改善需求呢也要买房 那两者叠价就汇聚成了巨大的买房需求 而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呢是自带杠杆属性的 30%的首付款就能撬动70%的按揭 那相当于啊老百姓购买力被放大了三倍 那这种放大的购买力通过房地产这个管道 传导到了关联的一百多个行业 带动了这些行业的繁荣那除了房地产贷款之外呢 过去40年我们的商业银行还发放了大量的汽车贷款 消费贷款包括了信用卡 那在这些杠杆放大的效应之下呢 我们消费市场是一片繁荣 那以上红利啊就是在过去40年 我们经济能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也是过去40年特别是2000年之后 大家感觉赚钱啊特别容易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买一块地皮把收房部建起来 然后消费者就蜂拥而入 那其中呢有附近的居民 而更多的是啊区县的居民 他们呢挥舞着钞票 不管是三房两房还是一房呢 都给抢受一空了 而不能搞房地产的就会搞配套 随便新建小区租几层商店 挂一个幼儿园的牌子 就会有家长排着队为小孩报名 第一轮招完生 第二年又会有更多的孩子报名 小区里呢还有一茶一茶的婴儿出生 将幼儿园呢填得满满的生生不息 感觉啊幼儿园就像是一个印钞机一样 源源不断的财富 就这么无穷无尽的吐出来了 那不搞幼儿园呢 也可以在小区租个门面 搞五金搞建材 新房啊大量的装修需求 就让小区这些五金建材店呢 也赚得盆满钵满 那不搞五金建材 还可以搞餐饮 或者是包子馒头油条豆浆 或者是快餐面条 或者是炒菜汤锅 同样也都可以生意兴容 那除了这些线下的传统生意之外呢 2000年之后 线上的生意也同样好做 2000年之后的淘宝天猫 2014年之后的微商 都是线上的风口 要去干呢就没有不发财的 那为什么过去线下线上 都能一片繁荣呢 其实啊说的白一点就是 城市人口在急剧的膨胀 经济呢在增长 老百姓的收入呢 也在持续的增加 跌加杆杆放大效益 那市场需求啊 就给人感觉是无穷无尽的 那问题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 能永远持续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的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 其实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 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城市化 2023年我国城市户籍化率呢 已经超过了65% 加上流动人口 实际的城市化率 已经超过了75% 那农村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 城市化率呢已经到顶了 那城市人口呢 除了少数地方啊 已经不再膨胀了 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城市化的红叶 已经基本见顶了 那另外呢海外市场 中国呢已经是全球100多个国家的 第一大贸易国 海外市场呢其实也已经挖掘的差不多了 虽然我们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 来深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但是即使发展中国家起来了 它填补的呢主要还是欧美国家 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缺口 所以我们说啊加入世贸的红利呢 其实也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 那再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房地产 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呢超过了36平 在发达国家当中也能排到第10名 自有房率呢超过了90% 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 那房地产发展现在已经是非常超前了 房地产的需求呢也已经基本到顶了 人口老龄化居民的负债率呢超过了62% 地方政府的负债呢更高 那简而言这一句话就是 无论是居民还是地方政府 杠杆是加不动了 那这就意味着杠杆的红利也没有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话来说呢 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式 就是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 城市化红利 外贸红利 杠杆红利全部几乎消失了 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比作是一台汽车的话 那驱动这台汽车过去高速行驶的动能 现在呢已经基本熄火了 那这个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现状 想要舒舒服服还能躺在过去的经济模式里 享受高速发展的红利 其实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这个呢就是客观现实 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谁当领导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答案就只能是去推动经济转型 用新动能代替驱动过去经济增长的旧动能 但是一个人口14亿经济规模 已经达到120万亿的超大型经济体要转型 要找到新的动能 你说谈何容易啊 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规律来看 所有的发达国家 包括了美国 日本 欧洲 在高速发展期之后呢 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杠杆加不动之后 都有一个经济降速 或者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经济危机的情况 比如说2008年的美国 次贷危机本质就是强行给底层人群上杠杆 那除了美国之外 我们还有的前车之间呢 就是资产泡沫破裂 迭下经济停滞的90年代的日本 那跟他们相比 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其实啊 相较来说 我们现在情况还算是好的 只是经济降速 房地产呢 国家拖着 资产泡沫还没有破裂 但是呢 我们其实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这个转型期呢 也就是经济降速期啊 肯定是很漫长的 我们不能期望两到三年 中国经济呢 就能回到一个非常健康的 高速增长的状态 当然 如同很多人渲养的 中国会如同日本一样 也要失去20年 我呢 觉得不太可能 那这里原因就两个 一个呢 就是日本政治不独立 经济发展的天花板呢 很低 那这个啊 在之前我们的视频里 其实也分享过 上个世纪90年代 日本的产业升级就触动了老美的利益 结果老美一巴掌打过去 日本呢 就只能低头服软 签订广场协议 对动日元升纸 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那接着呢 就是日本芯片产业被肢解 汽车产业呢 被压制 产业升级呢 停滞不前 日本这才有了失去的30年 那中国呢 不但政治独立自主 而且啊 我们还真能跟老美掰一掰手腕 比如说2018年 美国同样是提出了不准中国产业升级 要我们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 那结果啊 中国真坚对卖 一方面呢 应对老美的贸易战 另外一方面啊 反而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 五年时间呢 就已经成效显著 那另外一个啊 就是我们现在正面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也就是人工智能革命的历史时机 那这个啊 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2008年的美国所没有遇到的机遇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坚定的是 中国不会走他们的劳动 那前面呢 我们说过 我们现在必须要实现经济转型 用新动能代替旧动能 那么转型应该怎么转呢 在人口红利没有 杠杆红利没有的情况之下 转型的大方向其实呢 就只能是想办法提高人均的劳动效率 那提高人均的劳动效率呢 就有两个路径 第一个啊 就是产业升级 把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呢 给抢过来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利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 给传统行业赋能 重塑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 让传统行业的劳动效率呢 大幅度提升 这两条路啊 我们都在猛利 一个呢 都不放弃 比如说 我们现在搞芯片 搞造船 搞汽车 搞大飞机 其实啊 走的就是产业升级的路子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还制定了专精特新的战略 培育与发展上万家不同领域细分赛道的隐形龙头 那这个啊 也同样是产业升级的路子 我们提高质量发展 提高新制生产力 就是利用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重塑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 那什么时候 这两条路都跑通了 那么中国经济啊 就算是重新回到了 健康良性的增长轨道上 只不过呢 这个周期啊 是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 可能呢 要5到8年的时间 不过啊 话说回来 咱们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 国家的思路 或者说宏观调控的思路啊 其实也就一目了然了 站在国家的立场 对于经济转型期 宏观调控的思路啊 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一个呢 就是对传统经济要拖住 不能让经济失速 不能让失业率太高 不能让房地产资产泡沫破裂 所以呢 一旦出现经济可能失速 房地产继续下行等等迹象 管理层呢 都会出手拖一拖 但是啊 我们也知道 这呢 也仅限于拖一拖而已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就是转型 如果在旧的传统经济投入太多的资源 特别是房地产领域 之前已经占用了太多的资源 那这个呢 就对转型的大方向是不利的 所以从去年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国家对房地产的旧市政策总是一点一点的给 那什么时候房地产企业企稳了 什么时候呢 就会停止为难 那另外一个 就是经济新动能建设呢 要加快 我们的产业升级呢 在提速 我们的汽车出口呢 已经超过日本 越居世界第一 比如说 之前我们分享过的 去年 我们全年汽车销售呢 已经突破了3000万台 其中出口了522万台 我们大飞机呢 已经开始商用了 并且在海外市场呢 已经拿下了上千架的订单 我们的芯片呢 已经实现了28纳米生产国产自主化 14纳米生产国产自主化 指日可待 7纳米生产国产自主化 有望呢 在2025年实现 那与2018年相比啊 2023年 我国的芯片进口呢 已经减少了一半引烧 另外 我们的专金特新战略 也已经孵化出了10万家专金特新的企业 那其中更是进一步的孵化出了小巨人企业近1万家 那未来三年之内 上述的数据 还将有望再次翻倍 我们的数字经济建设 我们的人工智能应用 包括了算力建设 也在提速 那在今年两会期间 总理呢 就明确的提出了 要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 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大力推动数据开发 开放和流通使用 我们呢 要以广泛深刻的数字变革赋能经济发展 那其实啊 总理这段阐述是非常深刻的 那这一点呢 我们放到后面来谈 而以上提到的种种啊 其实就是中国的大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我们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天大地大 经济转型升级最大 经济发展呢 到现在这个关口 冲过去就是民族复兴 就是世界之电 那冲不过去呢 就是掉落中等收入的陷阱 所以与经济转型升级相比 其他问题 包括了统一问题啊 都是往后放一放的 毕竟75年我们都等过来了 多等个5年8年 难道天还会塌下来吗 那前段时间 因为金门事件 因为南海事件 网上喊打喊杀的人呢 非常的多 好像我们在这个时候不动武 就是随劲 就是软弱 那说实话 在这个时候 喊打喊杀的人呢 都是看不清踏实的 历史上呢 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自己经济转型期间 会主动选择战争 当然我们不选择战争 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要纵容对方的嚣张企业 国家的工具箱里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工具都没有拿出来 那这些工具一旦拿出来 收拾几个跳梁小丑 其实根本不在话下 而现在的重中之重呢 就是要全力以赴 实现我们经济的转型升级 那了解了上述经济脉络与背景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其实呢 答案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已经有体感了 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 过去呢 我们依赖的是城市化红利 杠杆红利 以及加入世贸的红利 那这些红利呢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一样 已经基本消耗殆尽了 目前呢 我们必须要推动经济转型 用新动能代替纠动能 那站在国家的立场 宏观调控主要就是两件事 第一 就是尽量的降低转型过程当中的痛苦 让经济转型呢 尽量实现软着陆 那具体的手段就包括不限于降转降息 财政扩张 房地产托底等等 那第二呢 就是要加快实现经济转型 让转型的周期呢 变短 那具体的手段呢 就包括不限于用举国体制 推动核心产业快速升级 大力实施专精特型战略 加快实施数字经济建设 开展人工智能家行动等等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适应当下这个经济转型的周期呢 其实啊 国家在转型 企业和个体呢 当然也要跟上 首先呢 我们在思想上就要破除路径依赖症 说实话 过去我们大多数企业能赚钱啊 能过得舒服 其实的根本原因呢 还是建立在城市化红利与杠杆红利的基础上的 那现在这两项红利没有了 如果还是英雄守旧 固执的认为过去我们就是这么赚钱的 未来靠着简单复赠的模式依然能够赚钱的话 那么在未来可能大概会碰到鼻青脸肿 头破血流 请进入数字经济与互联网给传统经济赋能 不是企业在社交平台上简单注册一个账号 发布一些企业信息就可以万事大击的 而是要通过与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结合 真正实现企业经营效率与劳动效率的提高 我们举个例子 过去企业发展 基本上呢 遵循的是做加法的模式 简单来说 就是企业有盈利了 要扩张 就要多开店 要多招人开拓更多的业务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员工越来越多 资产的越来越重 效率呢也越来越低 那这种模式过去能够成为主流 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过去有城市化红利 杠杆红利 那现在城市化红利没有了 杠杆红利也没有了 整个社会呢 出现了普遍的产能过剩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企业基本经济模式就必须要寻求转型 那怎么转型呢 其实啊 大致的思路就三个 第一呢 就是做轻 第二呢 就是做近 第三呢 就是做减法 首先 我们来聊聊什么叫做做轻 过去企业扩张呢 一定是要多开点才能引流的 才能增加更多的销售 那这种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 企业资本越做越重 企业负担与风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 那互联网时代如果要重塑传统行业的商业逻辑 首先就是企业资产要做轻 越轻越好 将传统的资产用数字化资产代替 将传统引流渠道 同样用数字化渠道取代 那这种商业模式呢 就能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负担 让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赢得优势 那什么是做劲呢 在传统经济当中 客户与企业的距离是很远的 企业与客户之间也缺乏基本的沟通渠道 即使是发布了促销信息 也需要投放大量的广告成本 那互联网时代如果要重塑传统行业的商业逻辑的话 第二点就是要让客户距离企业更近 甚至可以直接快速交流与沟通 那这个领域目前其实有很多企业都已经探索出了成功的模式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第三点就是做减法 过去传统企业最喜欢在业务领域当中做加法 以更多的业务希望去接融更多的消费者 那这种模式现在会极大地增加企业的成本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可能还会削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企业做加法不如就聚焦在主业做减法 将边缘业务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通通砍掉 那这种做减法的模式其实也符合将企业做轻的趋势 那关于企业转型 其实现在有很多企业家都已经在进行了 只不过现在他们的转型无非就是优化管理 减元增效等等传统的模式 对于利用互联网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给传统行业赋能 重塑传统行业商业模式的大趋势 其实还是基本一片茫然的 所以对于这些转型失败的企业来说 与其说是大环境越来越艰难 不如说是他们的经营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经营的企业被市场边缘化被淘汰 当然也就是一种别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束缚我们大多数传统企业转型的 恰恰就是过去成功的经验与路径 所以没有自我革新的勇气 舍不得砸碎就得谈谈怪怪 是根本不可能带领企业 跟随这个国家的步伐实现华丽转型的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传统企业而言 与其喋喋不休 降临扫一般的天天抱怨 经济大环境不好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不如去花一花心思 琢磨一下自己要怎么转型 在时代的大趋势面临之下 个体都是非常渺小的 转型还有机遇 不转型就只能面临着淘汰而已 那曾经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 非常的经典 在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浪潮下 所有的行业都值得重做一次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还算是客气委婉的 那更直白的表达应该是 在互联网与经济浪潮之下 所有的行业都将重做一次 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能够闯过这个经济转型期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多数人 是不是跟我一样 从来没有怀疑过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生活高等教育的人口 就已经超过了2亿 我们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有很强的文化拟据力 我们有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有顶级的基础设施 有发达的物流网络 另外跟国外的一些草台班子相比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不看好中国的未来 那对此你又怎么看呢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我是大黄 有幸跟你一起看世界的变化 见证大国的崛起 欢迎你为我们留言点赞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成长路上最大的动力 订阅我了解更多中国故事